62公分像人脸一样大的脚印 那么数一数有28个 这马上就让人猜到 是恐龙曾经走过的痕迹吗 那么下面的报道呢 确实的是南韩第一次公开了 那么南韩呢在2013年发现了 应该在修正下是280个 人脸一样大小的坑洞 这个地质学家路过的时候呢 觉得这是恐龙足迹 南韩有个叫文化财的部会 文化财厅 因此呢就在10年之内 把它这个区域整个进行 温度湿度恒定的保护处理 现在呢公开了 因为这是1亿5000万年前 白恶纪的恐龙脚印 我们一开始就来看看 陡峭隆起的岩石表面 靠近仔细看 上面充斥人脸大小的坑洞 这可不是人为制造的痕迹 而是1亿5000万年前 终身带白恶纪恐龙留下的脚印 南韩全落北道群山市2013年 在进行道路工程时发生土石流 恰好让路过的地质学家 发现隐藏在山坡上的脚印 紧急向南韩文化裁厅申报 探查后在当地找到 多达280个足迹 混合肉食草食和翼龙脚印 当中最大长达62公分 是南韩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草食恐龙 叫硬化石 南韩政府砸40亿韩元 约台币940万设保护特区 除了使用特殊药剂保存 为了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长年来管制人员进出 10年后的今天 保护工作一切到位 也终于向世人公开 开放一般民众参观 南韩文化裁厅 最近还公开了另一个 长达10.2公尺 迄今发现最大的树化石 因为外形如同现存树木 让民众嘖嘖称奇 这一段树化石 同样是在道路施工时被发现 南韩文化裁厅研判 是新生代时期某种博科职务 由于上头还有不少截眼 推测是树木的上半部分 经过多年保存护理 这段树化石 如今被正式列为天然纪念物 标本收藏进了博物馆 现实开放民众 一睹2000万年前 朝鲜半岛的生态样貌 南韩同时 也致力活化石的保存 和200万年前 维持着相同面貌的长尾斑林 因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面临灭种危机 迷你且形状特殊的指题 让长尾斑林在崎岖石林当中 行动自如 由于归属感强 不会轻易迁徙 因此西西地的保护 变得格外重要 南韩现存野生长尾斑林 大多在两韩边境及东岸山间被发现 1968年南韩政府将长尾斑林 列为一级兵为物种 开始投入富裕工作 并进行野放 南韩政府吸收民间保育团体 在气候环境条件最合适的 江源道山区打造专属棲息地 多年来富裕成果惊人 南韩常委扳林的数量 从2000年代不到700只 如今已经恢复到一千只以上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